1928年日治时期的台湾 在现今三峡的中正路上 建造了一床装艺厂厅社 红色的砖墙 灰蓝色的乌瓦 在当时号称是全台最美丽的办公大楼 台湾光复后 昔日的艺装厂成为三峡镇工所 仍旧为办公的场域 直到1986年 全新的镇工所落成 以致该建筑一度闲置 后来在镇工所积极争取下 这栋老屋成功转型为三峡历史文物馆 除了保存下三峡区域的发展历史 也举办各式特展 提供给创作者一个表现的平台